肉沫與蔥蒜辣椒快炒一番 再加上醃酸菜與花枝肉提點鮮味 大火翻炒後香氣四溢 酸到好處的特殊口感 讓許多饕客忍不住配好幾碗飯 客人通常回頭率已經滿高 我們的觀光客的回頭率 大概佔五成 青豆仁也好 它的燒肉也很棒 不是每一家都有這種菜 將蔥與辣椒爆香 加入豆干 肉絲 木耳和秘密武器 雲南醃漬大頭菜一同翻炒 最重要的是你要把肉爆香 然後把那個鍋氣炒出來 淋上獨門醬料大火炒到入味 這道爽口的家常菜 更是讓美食作家胡天蘭大力推薦 豆干首先切得很細 它比較容易入味 我們是用當天新鮮的溫體豬肉 然後還有特別的黑色大頭菜 一起下去拌炒 然後用大火把那個香味逼出來 本身就是雲南人的老闆娘 希望將道地雲南味帶到台灣 一路走得辛苦 剛剛接手的時候 很多事情因為還不太了解 覺得客人的要求你必須要達到 他覺得他要堅持他的 所以他常常不高興 然後鍋鏟一甩 我不幹了 連簡單的涼拌菜 也能翻完出創意 大頭菜切成有如麵線般的細絲 配上醋醬與酸辣番茄醬汁攪拌 搭配香菜一同入口 滋味豐富多層次 大頭菜把它切得 要切那個粗細一致是比較難的 口感它很清爽 因為番茄自然的鮮味 自然的酸味 雲南菜老店要用好口味 升值人心 東京產經新聞綜合報導